捏面人是一项旧快要失传的传统民俗技艺 一名国中25年前就成立捏面人社团 在陈奕静老师细心教导之下 学生们用心学习各项捏面技法 学校希望未来有更好的展演舞台 让更多人看到这项快要失传的捏面技艺 并且可以永久流传下去 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物 这些都是陈奕静老师一手捏出的捏面人作品 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卡通造型 但其实捏面技法上都差不多 这个东西早期做的都是古代的作法 但是现在我们因为学生对我们早期的人物造型 然后是早期的作法不兴趣 所以我们改了现在的卡通造型 然后是现代的作品的造型 拥有一身捏面技艺的陈老师也不藏私 25年前就在一名国中成立的捏面人社团 传授捏面技艺虽然不太好学 但学生还是学得相当起劲 比较困难的就是像刚刚那样只要转180度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不太上手 然后你做久之后你就大概会知道 这个色彩要怎么跟它适合的色彩搭配 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 只有小时候见过 然后刚好想说这个也是一种 学习台湾传统文化的一个机会 看到这项捏面技艺传承不易 学校也相当忧心 因此除了成立捏面人社团之外 也希望教育单位能够看到这项危机 给予捏面艺术更多的展演舞台 如果说我们想要让传统技艺更发扬光的话 适度的这样子的比赛或展演空间 我觉得教育相关单位必须要去开拓这样子的一个舞台 让学习持这样技艺的孩子呢 有一个被看见的可能 我也想要当这样这类的老师啊 然后传给我们下一代 如果呢不继续往下教的话 我们呢民主经营会在台湾私传掉 今年已经快七十岁的陈毅敬老师 还能眼不花手不抖的完成精致的捏面人 相当不容易 专注的眼神背后是期待这些学子中 有一位能传承他的这一项精湛手艺 英明国中捏面人社 港东新闻李江龙来长帮采访报道